索羅門群島日前發生了反政府示威 民眾要求親中而且執政不利的總理 蘇家瓦瑞要下台 而蘇家瓦瑞的不幸任案 昨天是被國會否決 他在辯論時指控台灣代理人 策劃反政府示威活動 對此外交部嚴正駁斥 表示這是蘇家瓦瑞的不實指控 台灣前邦交國索羅門群島 國內近期暴動頻傳 民眾要求親中且執政不利的總理 蘇家瓦瑞下台 甚至有親台民眾認為不應該和台灣斷交 奮而上街抗議 不過索羅門群島總理蘇家瓦瑞 不幸任案6號被國會否決 他在辯論時聲稱 這是台灣代理人所推動策劃的反政府示威 外交部對此嚴正駁斥 表示這是蘇家瓦瑞的不實指控 在投票前的辯論上 反對陣營領袖瓦爾表示 國內青年失業率高 民眾付不出教育費用 也沒有基本醫療證護 批評蘇家瓦瑞不重視民生 更指控蘇家瓦瑞用中國資助的國家開發基金 鞏固權力和利益 最後投票結果三十二票反對十五票支持 兩票棄權 不信任案沒有過關 學者分析索羅門群島進來的各項暴動 和不信任案主要在於蘇家瓦瑞施政不得民心 美澳也有意圍堵中國在索羅門群島等等 南太平洋島國的勢力擴張 臺灣應該把握機會 既然美國跟澳洲兩個國家都已經站在類似臺灣這邊 雖然表面上沒有講 但是事實上都在支持臺灣的相關的省份 包含馬來塔省 所以其實臺灣應該更加積極 既然人家都協助臺灣的外交場合 為什麼臺灣自己不積極 學者建議 臺灣要繼續對索羅門群島整線 盛意與協助 積極爭取民心 尋求恢復邦州的機會 記者張志雄 張芷佳 朱鳳之吳齊稱 綜合報導